二牧师教我们祈祷,刚才在祈祷时感觉很轻松,心里很轻松,很舒服 会像小雀飞下飞下,想起另一个层面,我家里有养了一只猫 我早上去洗手间的时候,这是我和他私人的地方,我一进洗手间,他就跳过来 我抱着他,我只会听我祈祷,我说你开不开心,他就会佛美 我说开心心,他佛得很大,我说你幸不幸福啊,他又佛美 我说谢主,他立刻又佛美,我说哈利路亚,他又佛美 我说赞美主,他又佛美,我说感谢主,赞美主,你爱不爱主,我爱耶稣,他佛美 我说完这三句,我说哈利路亚,他又佛美,我说赞美主,哈利路亚,他又佛美 我说了三次哈利路亚,我说阿门,他佛美,他知道这个祈祷停了 他就跳出跳走,他每一天都会迈来,我每一天都会说这些话,他就每一天都会有反应给我 我觉得不只是人,其实动物都是识的,都是识祈祷 只不过是我们用什么时间,我们自己用什么心灵去成熟敬拜,就会有这个效果 我记得有一次,我祈祷的时候我跟义木斯分享过,我看到义木斯她在天堂 videos 是个儿子来的,他戴着帽子她戴着帽子絕著奶咀也是 толc 我说木斯在天堂见到你是很开心的孩子来的,所以抱着那儿子 但是穿著那嘴很精靈的樣子 我不知道為何會見到 但是那次義牧師說 你們在祈禱時有沒有見到天堂有什麼東西 我就見到義牧師 但是耶穌像小孩的歌就是這樣 所以在義牧師 我跟了義牧師十幾年 跟阿霞說 如果我已經是十幾年 我真的忘記了 但是學了很多東西 而且我最欣賞義牧師就是他的心靈教導 因為以前我真的沒什麼心機聽別人說話 不關我的事 他講那麼多話給我聽 但是我真的不會有個靈裡面去聽 但是牧師教的時候 分享的時候 慢慢去拿他的心的時候 然後你再很容易投入他 為他祈禱 我覺得是很快令到他會覺得 你們基督徒跟普通人的分別不同 而且他很願意將自己心裡的擔憂 或者很不開心 或者困難 會和你分享 你會很自然說 你為我祈禱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基督徒 我們不會將這些說話 亦都不會說給你聽 你都幫不了 其實我們都幫不了 戒神就真的靠個聖靈裡面幫他分憂 令到他心很舒服 跟著你基督徒是這樣 我都很想認識一下 就這樣把風陰傳出去 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有可能動物是感受到性命的 所以你抱著那個貓的時候 你祈禱 你就看看他有什麼分別 就是留意一下那個分別 那你第一天可以洩露的影片 抱著那個貓的時候 這個可以放在 如果你不懂 我可以教你怎樣放在YouTube 放在Facebook 這樣就說 我替牠按手 牠的貓就會不同 有些反應了 還有未按手的時候有分別的 這個就看到原來動物 因為其實將來的動物 受到之物都能夠和我們一起 享受神兒女自由的榮譽 在羅馬書第八章我講到的 所以牠們在天上都可以享受到 所以地上可能享受到 你們留意一下 是否真的有分別的 OK 好 多謝你分享 mak mandate bei比嘉教堂 今天給你十分之一次 心願帶見 海報道相忠 上駕往我告訴你 Anything的話 閉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